最后看到冲突场面了 是在新北市新庄捷运站外 发生的火爆场面 最新画面曝光了 是一位理性男子 疑似跟他的前妻发生争吵 心情差 在20号傍晚 他走到捷运站外 不小心跟另一位陌生男子 发生了碰撞 两个人不但爆发口角 理性男子甚至还是气得 先出拳打人 接下来就演变成了户殴场面 惊动警方斗场处理 园警到场要将他进行保护管束 但就是不配合 顽固抵抗当场被园警强压在地 一旁女子见状吓到大叫 最后终于被乖乖带上车 带回派出所 这名理性男子 20号傍晚5点多 走到新北市新庄捷运站外 不小心和另外一名陌生男子 发生碰撞 结果两人为此爆发口角不说 还从动口变成动手 火爆场面吓坏 经过的路人 最后打到两人脸部 都有擦措伤 园警将双方带还锁 理清案情 双方互提 伤害告诉 两名男子互不认识 一个不小心碰撞 就大打出手 事后双方都很气 都决定要提告 大家纠纷 闹上法庭 姐王子盈杨文豪新北报道